欢迎大家继续学习S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我们的主题是数组 数组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简单的理解数组就是一组数据 我觉得这也是它最本质的一个特征 在计算机处理程序的过程中哈 我们说过计算机是用来处理数据 并且提供输出结果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计算机处理的数据的时候呢 它很少会处理单个的数据 很多时候呢 它处理的都是批量的数据 而数组呢 就是用来存储一组数据的这样一个对象 我们可以把数组理解成一个书架 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是这组数据其中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计算机程序中 我们是怎么样应用数组的 首先呢 数组的话呢 会涉及到一个声明 数组的声明 就像我们声明数据的数据类型一样 声明变量的数据类型一样 当我们使用一个变量的时候 必须要声明它的数据类型 而使我们使用数组的时候呢 也必须声明数组的数据类型 而所谓数组的数据类型呢 就是这个数组中的元素 它的组成它的这个元素的这样一个数据类型 所以这里又有一个定义 数组既然是一组数据 它同时也是数据类型相同的一组数据 比方说呢 我现在有一个整形的数组 也就意味着我这个数组中所放的数据必须都是整数 或者呢 我又有一个字符串类型的这样一个数组 那也就意味着我这个字符串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每一个数据都必须是字符串的类型 那现在我们就来尝试声明一下数组 来到这个一个新建的类 Public Class Test 为了节省时间 我是直接把这个架构写好了 我们会发现声明一个类之后 还声明了一个man方法 在这个地方呢 我要定义一个数组 定义数组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数组也看成一个变量 也看成一个变量 那我们声明变量 首先声明的是数据类型 现在假设我要声明一个整形的数据类型 声明一个整形的这样一个数组 首先整形 我们用int 声明int类型的这样一个数组 那声明int的话呢 单单只是一个intx的话呢 只会声明这个x是一个整形变量 那如果我要声明一个整形数组 该怎么做呢 在数据类型后面 加上一个一对中括号 这样子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变量x 它是一个数组 它是一个数组 这个就是数组的声明 同理我们还可以声明什么呢 Float类型的中括号 Y 好 我还可以声明字符数组 C 还可以声明字符串类型的数组 S OK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inter float和character char 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 加瓦的八种基本数据类型中的三种 那这个stream呢 它的S是大写的 它呢 就是字符串类型 字符串类型 它并不属于加瓦的基本数据类型 但是呢 也是我们最常用到的一种扩展数据类型 这个stream呢 后面也加了中括号空格S 也就意味着我声明了一个字符串类型的数组S 好 现在我这里有了四个数组 分别是整形数组X float类型的数组Y 字符类型哈 char类型的数组C 以及字符串类型的数组S 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哈 我现在仅仅只是声明了这样四个数组 那这数组中的元素在哪里呢 哎 数组不是一组数据吗 为什么现在这四个数组里面都没有数据呢 其实啊 数组的声明呢 仅仅就像声明了一个空的这样一个数组变量 就像我们声明了一个空的书架一样 但是书架上的书一本都还没放上去 那现在我们就要涉及到哈数组的下一个内容 就是数组的初始化 所谓的初始化呢 就是给变量复出值哈 我们这里既然声明了数组 也就意味着我要给数组来复出值 也就是赋予它一组数据 我们一样一样来吧哈 首先我这里声明了 int类型的数组变量 x我把其他三个都注释掉哈 这个是单行注释符号 两个斜杠 好 声明数组的话呢 我们其实也是分两步走的 第一个呢 我要声明数组的它的这个长度 所谓的长度呢 就是这个数组中到底能放几个数据哈 到底能放几个数据 也就是数据的数量 这个就是数组的长度哈 就像我们声明书架 就要声明它的书架的大小 可以放多少本书 那怎么声明呢 呃 怎么去初始化它的长度呢 嗯 我们可以分两步走 一个是先声明变量 再 声明它的长度 怎么声明呢 这里学习一个新的哈 叫做六的这样一个运算符 六什么呢 牛 int 中括号 五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哈 初始化数组的长度是怎么做的 变量x 等于因为它是整形 整形数组 所以要写个六 空格 int 中括号 中括号里面写的就是数组的长度 那现在的话呢 我就已经初始化 整形数组x 它的长度是 五 也就意味着它里面能够放五个整数 好 我现在只是声明了一个有多少长度的这样一个数组 但是我还是没有把数据放到这个数组里面 接下来我该怎么放置呢 我们要一一对应哈 我们放数据的时候 其实数组都是有空间的这样一个标号的 这个标号怎么做呢 x后面跟着中括号 数组我们有一个下标 下标从零开始 x零就代表数组的第一个元素 现在我们把变量啊 把长量一复给哈 放到数组的第零个元素 也就是第一个元素 接下来呢 哎 我们还可以把二哈 放到数组的 哎 这个还是x下标为一吧 哈 把数字二放到我们这个数组x的第二个位置上 同理 二 等于三 x下标为三的话 等于四 好 x下标为四的话 等于五 哎 到这里为止 因为它的下标从零开始哈 零到四也就意味着 我放了五个元素 哈 放了五个整数进到 整数类型的数组 x里面 好的 这几句话 就是数组的初始化 也叫做给数组负出值 其实呢 是分成两个步骤 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个步骤呢 是初始化数组的长度 第二步呢 就是给数组中的每个元素负值 也就是把数据放到它对应的位置上去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测试了 负寻款还记得吗 int i 等于 0 i 小于 5 i 加加 i 从 0 到 4 便利 因为小于 5嘛 小于 5的话 4就是小于 5的 sistim.out.printlnx i 看到没有哈 我现在其实是要便利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做了一个负循环 然后便利每个元素呢 我定义了一个下标 下标变量i i 从 0 开始 一直到小于 5 结束就i 从 0 到 4 好 0 到 4呢 每一步都输出 x 的下标 x 这个下标为i的这样一个值的 这样一个数组元素的值 接下来 编译 编译这个代码 java c test 点 java 前提是我们已经把这个文档 这个文件是保存了的 好的 接下来java test 诶 我们有没有输出12345呢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都便利了一遍 好的 这个就是整形数组 那整形数组的话 我们还有几种变形的方式哈 比方说我们在声明一个整形数组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声明数组的长度 也就是说这句话可以跟上面这句话合并哈 然后呢 然后呢 再去把这个值付给他的每一个元素哈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呢 数组的初始化 还可以这样子哈 还可以这样子哈 这个数组变量 这个数组变量x 可能会看到哈 这个int中括号里面并没有写长度 但是后面跟着花括号里面是给了数组中每个元素的值 实际上这也是五个元素 也就意味着这个数组x是长度是五 我们来重新编译一下 秘形 哎 他依然输出来 一二三四五 好 这都是几种方式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了哈 我声明一个数组 可以先声明他的长度 再给他每个元素负值 或者在初始化的时候 直接把他的初值在中或号中 复给数组x 这个负循环呢 是用来输出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的 当然 如果 我只有变量x 我并不知道数组变量x哈 我并不知道这个数组变量x 他的长度 我该怎么做呢 其实 数组 有一个 属性 叫做 lens 好 x点 lens 这个lens的话呢 就能够得到 数组变量的长度 我们来测试一下看看 被编译 没有任何问题输出的 还是 一二三四五 因为 变量 这个数组变量x打一个点 调用lens 属性 就可以得到这个数组的长度 好的 同学们 你们都记住了吗 那现在呢 哎 我们可以重新看一下哈 我这边已经写好了一个代码 这个代码的话呢 A 是直接 针对于字符数组c 哈 跟inter类型的这样一个数组x是同样的声明方式 初始化方式哈 只不过呢 他初始化长度的时候 因为他是字符数组 所以他必须是6 12 好 3 然后c0等于a c1等于b c2等于c 好 i等于0 复循环中 i小于c点n 是i++ 接下来输出的是 ci 同理 依然是 加瓦c test1 加瓦 test1 好 输出来abc 当然 我们也可以哈 选择这种 初始化方式哈 就在初始化 new character 数组的时候 new char 数组的时候 用花括号 把它每个元素的值 付给他 好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 数组的主要内容 数组呢 其实就是一组数据 而且呢 是一组类型相同的数据 我们可以在初始化数组的时候呢 首先初始化数组的长度 接下来呢 给他的每一个元素来复制 我们是通过这个下标来确定数组元素的位置的 除此之外呢 如果我们要便利数组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负循环或者是弯尔循环 这里呢 有一点数组变量 打一个点 要用lens属性的话呢 就可以得到数组的长度 好的 本次课到此结束 同学们记住了吗